接人接到當天晚上就把他游戏回去 我靠腰我發脆給他死了 我要上課的東西在裡面 大家就怕死了 我後來想乾脆 以後如果有辦的話我不送書 我用影印拿幾篇要講的這樣就好了 事實上你們應該可以發現到 講的跟我寫的文字天差地別 為什麼 因為語言經過哪一個不同的人就是不一樣的 語言本身就有能量就有何意 你看那個西方人看到任何事情 Oh my god 印度人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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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i Bari Hong 台灣人阿娘阿威 那種surprising的這個反念不一樣 但其實都一樣 但那個東西你用文字寫起來 你就是沒有那個味道 那台語就是台語的韻味 就是包括五千年左右的 那樣的文化的兼華在台語裡面 那為什麼現在台語會變醜化會變成 這就說過了 有時候又再說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要統治一個族體 最好的方式是殺掉他們的神 摧毀掉他們以以為傲 以以為傲的 內在屬靈的終極遺跡 從希臘羅馬時代清清楚楚 到了二十世紀的小說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 同樣在寫這個道理 當你僅以為傲的 當你僅以為傲為的人 最後分析被摧毀的時候 請問你還在乎什麼 台灣最可憐的是在這裡 四百年 除了民政的二十二年之間以外 其他都是這樣被招待 但是在這樣被奴隸化的情況之下 卻還可以保持自己的這樣的主體 一貫的這樣張揚 用蜈蚣用型的這樣的文化 流傳到現在 形成今天的這樣的三分 你不得不讚嘆這個觀音法理是厲害到什麼程度 所以請大家拿出 如果你有帶的話 不是 另外一本 那個小的那個叫 義風觀子 對不起 我說明一下 那個義風觀子那個書名不是我類的 你知道以前有一部 我們都專門唸古文觀子 古文觀子的意思 觀子就是說 五千年文化你不用看 只要看這一本就夠了 觀子 我怎麼會那麼笨自己去 命一個這樣的名呢 對吧 因為那個是書籍為了促銷 他給我換這個名字 要不然另外那個不是有點驕傲的樣子嗎 那個 那個 是要鬆軟一下 但是我一向都 在這過程 為什麼都無所謂 因為我連這些我也不在乎 你要用什麼 好就OK 找壞 找壞 不要緊 人漂亮就好 你們把這個看出來 昨天 昨天有一個人在問陳丁曉的頭髮 為什麼那麼長對不對 你看那一篇三千環老師 他一天掉兩百五十七根頭髮 他一個月長一公分的頭髮 他前頭前頭的頭髮有多少 我研究他的頭髮 我可以證明 全台灣那一些保養品 洗髮絲潤髮爐的廣告 七八成是騙人的 還可以把你破碎的血接起來 那幾百點 那個頭髮是蛋白質的那個鏈的結構 壞掉了 你那個怎麼黏起來 你可以 可以花明那樣的髮膠的話 我看連到哪裡都黏在一起 你那個三千環老師 你去看一下 那裡面其中 隨便的裡面一句話 所有打結的東西 結不能死地 你用力 就沒有辦法打開 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最大的原則是 你要鬆開它 有一部卡車 站得很高 衝進一個隧道 卡在那裡 出不來 交通大堵車 人家下來跟她講什麼 怎麼樣都弄不出來 有一個八歲的小女生下來 跟她說 你就把輪胎的氣放掉 不就可以通過了 果然氣少一點 連車就通了 那個結啊 那個頭髮 你把它弄一根下來 打幾個時結看看 我專門在解開這樣的結 我發了三個月 修行 請看 那裡面 我去看 那裡面 我要談的 那幾個 現在進入 個行的那個 其實這個課 也不一定要順著我去講 而是说跟各位的讨论而已 那先跟各位报告的一个就是说 观音华里马祖的解贡 好不好